很多人在玩中路法師的時候 在吃完冰線 只會待在塔下 在那邊發呆 但是現在就要跟大家講 支援到底有多重要 在下路開啟了一波團戰 我現在馬上來下路支援 很親近收掉殘血反而 超人跟納克羅斯所有技能傷害 都打在我臉上 莫拉的一個刷大 成功抓死了納克羅斯 而超人是殘血逃脫 這波下路團戰我有支援 而對方中路法師 盧米亞並沒有來支援 可是我在下路已經拿到這麼大優勢 所以事實證明 中路支援真的非常重要 哈囉大家好 我是優格 I'm Yuga 如果覺得開頭精華小小觀念 還不錯的話 可以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也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 訂閱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這部影片由瘋狂塔房物語贊助播出 感謝產商提供優格跟翠翠的約會基金 塔房物語是一款結合了卡片的塔房手遊 玩家透過蒐集卡片來阻擋怪物的進攻 裡面有超過500個關卡 讓你絞盡腦汁對抗怪物 戰場中除了使用劍塔防禦之外 還可以召喚英雄或蒐集士兵一起協防 戰場中可以強化劍塔來提升戰力 玩家還可以用裝備卡來強化英雄 可以與你的好友一同建立強大的戰隊 內建自動遊玩功能 在你離開時 一樣可以繼續遊玩喔 遊戲的下載連結會放在資訊欄 閱讀人幫忙點擊 優格跟翠翠的約會基金越多喔 好的我們回到了遊戲畫面 我們在吃完中路第一波兵線之後 馬上來下路GANK一番 這個GANK不一定要抓死對方的任何英雄 有時候做一個消耗 對方就會害怕 像那個凡恩他已經剩下半血 基本上他已經不敢出塔了 可是呢 在支援的時候 打野可以不要 吃中路兵線啦 因為畢竟支援的時候 這個跑河道 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考量 就是河道有時候沒有視野 所以在跑線的時候 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喔 一開始在跑線的時候 你只要注意對方的輔助 有沒有在你左右草叢蹲就可以了 因為一開始對方的打野 肯定是在野群龍嘛 雙方的邊線也是在邊線好好的待著 所以一開始的跑線 其實是最安全的 不過到四等之後 你就要多加注意 大概在一分半左右 打野就會吃完一輪的野區 所以這時候 你就是要更加的注意囉 像這個納克羅斯 他吃完一輪野區 我這邊 猜應該會吃蘇華 果然 我稍微用一技能騷擾一下 給隊友照了這個視野 就要看你家打野要不要做魔龍 這時候發現穆拉 蹲在我右邊草叢 當然要幫忙暈一下啦 幫忙做個球 穆拉兩段一技能往前 不過他的原點 放在外面 有一點點的危險 這波隊友幹的漂亮喔 注意喔 這波我們的射手 往中路跑 而對方的凡恩 還歸在下路 所以這一點 真的很證明 支援的重要性 真的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可能 吃完冰線 只會在旁邊待著 或者是不知道去哪邊 不知道幹什麼 那這時候 支援就是你最好的好朋友 這邊就是開頭精華 來到下路支援 而對方的盧蜜亞 還在中路吃冰線 所以他自己已經知道說 他支援已經完了 他來下路支援的話 可能會在你打完了 所以對方的盧蜜亞 就是跑去上路支援嘛 最後我們帶走 納克羅斯 還有凡恩 那個超人就給他跑吧 他竟然飛那麼快 就給他飛吧 盧蜜亞是往上路支援 那我家的上路隊友 Kelky啊 反正無論如何 支援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今天這部要強調支援呢 因為中路的法師 他位在於 中路 好像在講廢話 就是他不管去上路 下路或是野區 他的速度 絕對是最快的 他的距離也是最近的 所以一直強調支援 他的重點就在於這邊 有時候玩中路 支援比你的操作 還更重要 因為你可以配合你邊線隊友 出其不易 形成一個多打掃局面 再吃完兵線 馬上去下路做支援 不過這個時候 去河道 走河道就要非常小心 因為對方可能會來走河道 像這邊 對方反恩 超人 這邊就是你要去注意了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支援 不過你自己還是要看 你這個河道可不可以走 如果不能走的話 你就要從你自家的野區 慢慢走過去 這邊超級尷尬 你看我家莫拉 他的影子放在哪邊 他的遠點放在那邊 就很危險 要放在草叢啦 這時候 本來我決定要回家了 可是看到我家伯頓 我還是不忍心 回去幫他暈一個 再回頭放一個蝴蝶 我家伯頓沒有死掉 所以有時候回家喔 不要按個回城 就不管了 你還是要看一下小地圖 滑動一下你的視野 可以幫你隊友拿到很多優勢 這一點是很多人 都就是 按了回城 就不管了 對不對 所以按回城 還是要看一下啦 稍微兌現一下 就是用你的蝴蝶 把兵線直接清掉 那清掉的時候 這時候跑線 就要多注意囉 因為有可能 草叢 會蹦出好幾個大汗 例如對方的打野 或是對方的輔助 這都是要注意的 中路兵線已經來了 所以我這邊打算 再清一波中路兵線 再去跑支援 盧蜜亞一個蠢蠢欲動 畢竟他清兵線的速度比我還快 這有炮車 所以一定要把兵線清完才能跑線 我來勒 蝴蝶呢 他的缺點 就是他跑速特別的慢 所以奧義部分 我會選擇帶10個精靈 來提升他的跑速 另外呢 蝴蝶在使用技能之後 都會去增加跑速 這一點也是大家去記得的喔 記得的喔 我的中路 沒救啦 被三個人推掉 那上路的外塔 應該也是掉了喔 剛剛那邊就算我們不跑線 手中塔 還是會掉 因為對方三個人來推塔 我一個蝴蝶怎麼手 因為剛剛納克羅斯上我 所以我就心急把大招給開下去了 這個超人 這個跑 躲掉我二技能的暈 我現在呢 我也只能跑了 稍微只能回頭幫隊友暈一個 暈不到就算了 不論這個包包到了三個 可是 我們的傷害有一點點不夠 那回頭幫我們家的射手淋淋 一技能 哇這個納克羅斯 這個二技能 直接躲掉我的蝴蝶 真麻煩 然後再稍微看一下 我的大招冷卻時間已經好了 所以對方如果要再上我的話 我就不客氣囉 我們再回補之後 這個超人直接開大 把他收下來 其實超人很害怕 莫拉跟克里希 因為都是屬於一個範圍的暈 或者是緩速 我們就是不斷的看情況啦 然後拉一個最遠的距離 因為畢竟我們安全還是要顧啊 這一波不錯喔 對方倒了三個人 這個塔可以直接把他推下來 納克羅斯直接衝進來 這樣子打的嗎 喔開大招直接開起來 二技能暈起來 一技能蝴蝶放起來 我最近看了蠻多的職業連賽 克里希的出場率在職業連賽裡面 還蠻高的 我覺得是因為 他本身有一個範圍的技能 他技能幾乎都範圍的 然後二技能還有一個範圍的暈眩 功能 導致說他在前期中期後期 都有一定的實力 他的傷害真的還蠻高的喔 而且還可以幫忙隊友牽制暈眩 開的大招 隊友跟 怕的跟死一樣 完全限制走位的大招 這邊就是無情的把中路兵線推掉之後 馬上跑支援 看隊友要打哪邊你就跟著他去 伯頓這個包 沒有包到 你包到沒關係喔 伯頓扣了一個要吃凱撒嗎 好像可以喔 兩個人在下 一個人在中 然後莫拉稍微去消耗一下 唉唷他也抓掉了一個盧蜜亞 下路的塔應該是沒救了啦 那 凱撒的話 我還不知道能不能吃 喔 伯頓又在call一次凱撒 那這邊中路兵線已經進到二塔 然後看到納克羅斯 我直接大招什麼全焦了 為什麼呢 你只要 直接把對方的刺客打殘 對方根本 沒有本錢 可以去跟你搶凱撒 納克直接殘血啦 所以這個凱撒絕對是穩拿的 有了凱撒 有了凱撒 這個瑪迦 這個推兵線 他很敢耶 推超深的 這超人 還有盧蜜亞大招 瑪迦這樣子開大的喔 他大招不拿來保命 他是直接開在我身上 這邊有點可惜喔 瑪迦已經沒有大招了 然後伯頓沒有把他頂回來 就有點 真的蠻可惜的 這邊就是幫隊友補個傷害 其實就真的很好用 因為畢竟 克里希真的都是 範圍的傷害 開個大招 納克羅斯被我收掉了 目前的狀態來講 我們非常強勢 因為 我們的莫拉 只要在 推塔的時候 都特別好用 他可以刷個小野 或是一技能往前去點塔 真的都很好用 哇 莫拉這個騷擾性 我們也直接往前開個大招 再交一個瞬移 先把盧蜜亞收掉 這個超人 他也走不掉了吧 高地推掉 我們射手還在喔 對方一個S 團滅 好像可以結束 應該結束了吧 那這場基本上就是 克里希的實戰解說 雖然克里希是一隻老英雄 不過他還是有優勢在 例如他的範圍傷害 還有他二技能是一個 範圍的暈眩模式 真的都還不錯 那這場就推薦給大家囉 記得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